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录这个法兰西公社 这边我们还是继续玩志愿军 这个马德里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他抢 我们现在这个志愿军 还可以用啊 我就不着急改 我们还是刷经验为主 目前这个油差一点点 找别人买一下 这边再买一个厂的油差不多够了 我没那么多工厂去买油啊 我们自己还要发育的 这边可能主要是因为飞机的问题 因为我把飞机全派出来了 这边又出现一个事件 国家军团夺权 保加利亚杀皇国 嗯 这保加利亚不是刚被打一顿吗 怎么又开始夺权了 他这个不是 哎 怎么变成这个 阿尔巴尼亚和德一智的这个朋友了 这边应该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这个法兰德斯瓦龙对法兰德斯宣战 我们这边先点一个索取上萨瓦 这个好像是可以跟瑞士要过来 这边主要是先刷经验吧 这个志愿军也打不出去 这个敌军也是很猛的 好 又是庆典 这边应该是能打进去的 我们帮忙他打一下 好 这边索取上萨瓦点完了 中央非洲队葡萄牙宣战 莫桑比克同营战 这个是要求瑞士返环上萨瓦 这个高大形象 那扣我60的这个阵子点我才不要 这边赶紧夹他一下 他打不过 瑞士联邦接受了 送我们10%的稳定度 这个挺不错的 这边还有一个选择是 敦促他们做出更大让步 这个更大的让步我们还是试一下 看看他到底能做出什么让步 这边至于可以抢上面这个点 就不跟他卡这个首都了 这个AI不帮过来填线 这个瑞士屈服了 我们正式通知 瑞士他们想各让上萨瓦的提议 并不符合我们的需要后 害怕冲突直接就屈服了可还行 那我们直接多了一个傀儡啊 还是挺赚的 这个瑞士公团主义革命 这个是明明是我们 做的境外实力 这边可以选一个间谍 我们就选这个 索尔格吧 他这个是拥有德意志的国籍啊 我们就放在家里面反间谍就行了 然后这边美国我们赶紧包一波 目前我这个经验先存着 待会用来改这个中防空 我们现在这个国策就继续点这边 这边有一个革命理念部 给我们加100 正值点还挺不错的 先点了 感觉这个杰克里德打的还是挺好的 不像这个西班牙这么拉胯 我感觉这个西班牙要记的 我先帮他抢一下马德里看看 给他发点发点东西吧 感觉再不给他发东西 他打不过了 这西班牙打出了我们就没法玩了 这边先给他来 5000码枪吧 一万码太多了 他也不需要这么多 发点卡车 啊希望AI会自己用卡车运补给 发个50 然后再发个15个火车 这样应该够了 好 我们趁他这个部队虚弱 立刻去抢马德里 这边我们直接败退过去 再次拿下这个马德里 然后 这边飞机看一下制空 直接抢马德里这边的制空 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然后看一下汪梁这边 汪梁这边我们先帮他把这个南京这边拿下来 目前感觉他还是有点优势 这个巴塔哥尼亚这边就算了 我们去上面帮他填一下 这边感觉没什么用 把这边全都填上 我们就在这边刷经验吧 感觉他已经救不活了 然后 硬支硬支还在死撑 我们过来帮他死撑一下 好这个上萨瓦也还给我们 看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版图 他把这个上萨瓦这块给我们了 而且还变成了我们的傀儡 我们是可以要求军队指挥权的 九格斯 如果瑞士能一直成为我傀儡的话 还是挺好的 至少这样我们待会 打架的时候不用在意瑞士 被这个德国先灭掉 可以少防一段 然后尼加拿瓜这边这个 AI好像要被反包了 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再 再再去包我们继续包和他绕圈子 反正对面也就几个试 这个阿根廷取得两个地区 巴拉圭装备被缴获 什么鬼 我巴拉圭没了 我还以为这个下面这两家没了 但是这边部队被包了 反正他们也离死不远 救不活了 这个我也无能为力 这边把蓝金给偷了 我们再去偷一下武器 签字一下 这边再去把这个港口偷了 他这个被绕了一群 AI被绕住了 革命理念部点完之后 我们点这个 点这个公社路军码 给我们加点经验 他就经验在下面 我们目前也没什么可以造的 这边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中防空 改装一下了 这边有一个坦克制造商 我们选择这个 感觉重型坦克制造商 和这个重型坦克制造商 都挺好的 一个加装甲厚度 一个加这个人员杀伤 好遇到我们后期可能会出一些 打软弓的坦克 所以我们还是 选择这个加人员杀伤和可靠性的吧 这样我们这个坦克可靠性高一点 可以多堆一点护甲 然后我们这边改装一个中型防空车吧 这边选择基础的底盘 然后选择这个防空炮 用最便宜的炮塔 然后加上一个倾斜装甲 以及这个装甲裙板 这样应该差不多够厚了 他就不用再装了 后面可以再额外升级一个推出产 但是目前还没有铲出来 这边用一个焊接装甲 然后把装甲给他拉一摔 我们拉一点就够了 这边选择一个防空炮的定位 5点装甲正好4000米的移速 7块钱还行吧 先这样开始造起来先 目前也没什么可以造的 把这个枪的厂匀一些出来 然后这个 职员装备也营却出来 不过我们这局还是挺需要 职员装备给我们造这个维修脸的 待会要去偷装备 然后继续和他绕圈子 这个AI挺能绕的 其实我们把他这个点都踩了 他就没了 他要踩这个点 我能不能抢先一手 哎呦让对面给抢了 这个AI在这发呆是吧 还是换家上下换家了是吧 这边旺梁这边还是先帮他把如高 南通这边的都包一包 阿黄复璧 然后南美这边还是想办法防守 这个位置不太好防啊 帮他卡一下这个山口 不过这边有一个地宝他不守 他不要往上守 在美国东海岸任务中殉职 我好像死了一个王牌飞行员 看一下美国这边怎么回事 鸡王那包 没什么能研究的呢 先把军科研究一下 这边直接对地支援 再找买两个油 至少让飞机能飞起来 西班牙行不行啊 再给他发点枪吗 我感觉他不行啊 好公式陆军点完了 我们再点下一个军官主动性 给50点经验 这边 这个叫谁啊 装东仓应该是没有 没有部队了 可以随便保他了 这边研究一个这个石油加工嘛 实在不行 待会就 靠这个自己重油过日子 我们这个科研确实有点快 这个张东昌是要和我们换家吗 这个俄罗斯帝国突然签了一个莫斯科协约 他这个是要和谁再一伙 看一下他这个 好像目前没有盟友啊 他只是自己搞了一个这个阵营 这样的话他就不和这个帝国公约一伙 这边这个尼加拉瓜应该是要赢了吧 已经帮他灭了这么多了 这还打不赢就逆天了 给他全牵制住 全给他牵制住在这边 然后让他自己跑地去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 就汪良这边的话 安庆拿下来 北边这边拿下烟台应该可以了 硬制这边我是管不动了 感觉自己也有可能会被包 帮他去守西贡吧 好这个 汪良已经赢了 然后智利这边 现在就硬帮他守这个山口好了 这个山口也守不了 我们这边可以变个部队把他吃掉啊 其实 我们现在经验也差不多够了 主要是装备不够 我们现在比较缺这个 东防空 我们先自己改个编制出来吧 这边直接复制一个 然后 换成我们需要的这个 国际纵队的编制 把一个工兵连一个火炮支援连再加上 一个维修连顺便顺点装备回来 然后我们改成这个有中防空的 这边工团派在印度公社掌权了 这个印度公社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大动作 他说代表印度公社即将加入我们这个第三国际 这边宁家 这边宁家达瓜已经赢了 我们这个志愿金也回来了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西班牙问题 我感觉有点难办 这边又缺补给的 我一走这个马德里要掉 然后他这边又要被包围了 我们去帮个忙 这能不能包一手他的部队 反包一下看 阵地压阁陷入这个智力应该是要没了 哎我这个清坦师他是怎么钻过来的 从下面过来的 我就说我这个清坦师帮他明明挡着 这边看看能不能帮他躲回去 躲不回去就算了 直接怼他 然后这边尼泊尔宣战 我们也可以去帮个忙 帮一下这个硬支 也不是硬支 就是印度公社 我们在家里面再找三个师出来 开过去 然后再看一下美国这边的战局 这边我已经帮他包了不少这边的部队 他自己也包了一边 应该是不会太难 我们再往这边包一波 这个一时间管不过来 这直接Shift 这个阿根廷取得9个地区 也就是这个南美基本上已经输掉了 没夺回来 然后这个俄罗斯帝国应该是开始收复失地了 他直接开始打这个库班了 南美洲这个就帮了半天白帮了 还是让阿根廷打赢了 他还会把这些地给他放出来 然后我们下一个国策点这个授权与步枪手 就我们加5%的攻防 目前我们有这个路径经验了 我们回去改一下 这边打开我们一个常用的七步二炮师 然后给他复制一份出来 改成我们这个国际纵队的标志 然后安排上工兵连火炮直言连 以及我们用来顺装备的这个维修连 然后开始装上我们的中心防空车 看情况 这个22宽度也挺好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编制 然后把我们这个外面的志愿军 全都改成我们专用的国际纵队师 待会就可以发力了 这边美国这边也改一下 这边先帮他把这波包掉 我们这个巴塔克尼亚的远真金归来 这个怎么一下子加入了这么多元帅 我这不是什么元帅 这朱可夫还有图哈 还有叶若夫 其他两个人就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这个什么朱家实为利 这个真不知道是谁 看一下我们目前有什么其他的元帅 这边先把这个吃掉 然后我们西班牙这边帮他包一 往这边包 这边空军的话还是先抢自身这边 突然发力 这波包掉的话应该能吃不少 这边这个爱尔南选举胜利 我看一下他是什么制度 这个英国这还没打他 规权民主这不会加入德皇吗 这边包了 给我先吃 这个只能一小口小口的吃 然后印度这边 我们也把这个部队改成我们的国际纵队 不过他这边感觉打的挺流畅的 他这个一大七小还是可以打的 好西班牙这边我们再包一步 看看哪个地方好包 这个地方比较好包 只能慢慢的徐徐图之 是啊 反正顶过来 这个授予无枪手点完之后 我们就再点个大陆军改革吧 好这边这个是停下来 防止被反暴 这边打不动他不知道为什么 葡萄牙加入了协约国 看来葡萄牙到哪里是要灭的 他把我要包围的部队给挤出来了 这下难办 我给他送了这么多装备他不会打不过 不管他再抢个半 去包比尔巴厄的话 去包比尔巴厄的话 我不对不够 包包汗 然后美国这边 这边沿着海包就行了 看看有没有新的将领 这边都是刚刚加进来的 有一个朱可夫 还有这个 朱家史维利啊 不知道是谁啊 这边就是 希望下期中 我们下期中 那边也有什么 我们下期中